孫中山 中国全然是世界上从神的强谱 为什么正在变成协作技术 我们中国人也想要赶快 想赶快 正如来来完救我们的同志 1924年 当孙中山为了完救国家 创建黄埔军校的时候 中国这个雄居东亚文明璀璨的古老国家 已经一百多年没有国军了 没有国军就没有国防 没有国防 这是国家于无限可能的危险之中 但是中国太大了 在康庸前盛世 以为只要宋国 天下就太平了 并没有这种危机意识 清王朝的好梦变调 大约从十八世纪后半夜开始 这个东方巨人被一个博爱的基督教徒 历史上最大的毒枭 英国女王下了毒了 清道光年间鸦片进口量 暴增到两万八千多项 广东排口一年外落的排银 打三千余万点 连道光皇帝都抽上来 1838年末 胡广总督林则徐 目睹鸦片烟流毒无穷 心烟如荡 连连上奏朝廷 强调事实数十年后 中原极无可以御敌之兵 且无可以冲响之淫的危机 道光触目惊心 最后排除众议 受领全权钦差大臣 南下根绝燕欢 1838年3月 林则徐来到了广州 立刻发出禁烟玉帖 命遗伤交出鸦片存货 并且拒绝 伺候来传 永不得夹带鸦片 围着霍境国关 人极震撼 下手霹雳飘烂 震动难逐 今天在广州湖门 鸦片战争博物馆里 有一口水池 据说就是当年硝烟的遗址 1839年4月 林则徐连同梁广总督邓定真 一共没收了以上 230多万公斤的鸦片 每天动员500多人工 在这里分化烟毒放火的武汉 历时22个工作天 人类史上最庞大的硝烟行动 终告完整 道光文奏龙心大悦 显然他完全没有想到 这一局将会惹来多少灾难 广州 林则徐已经益测到 一场兵线恐将难免 于是 一面购买火炮巩固海浆 一面集结相拥 使用原始武器团列飞艇 1840年6月 英国舰队果然来翻 7月攻占浙江定海 华月直逼大湖口 濒临天津城下 总督齐善大吉 联盟出面议和 英国人要求割让香港岛 并赔偿盐款600万两 齐善把所有罪过推给了林则徐 岛光即刻下旨 隔出林的一切植物 远放新疆凉石 1841年元月 英舰炮大肆攻击武器 连下九座奥尼 水师体都关天培地战巡城 香港终于在这一战之后 割让给英国 中国海防的空虚 武器的雨漏至此曝露无遗 1842年7月 英使浦顶查率舰进攻无松口 清军逆战不敌 江南体都陈化臣 训升西炮台 英军沿江西上 一路烧沙鲁岳 江英扬州镇江纷纷失守 8月浦顶查来到了南京城的 一将门外 道光派齐英代表议和 在英建康华利好上 正式签下中英南京条约 实在1842年8月29日 史家多以这一年 为中国近代史的史业 从此 清帝国陆陆续续跟列强 签下了不平等条约 达千条以上 隔地面积相当于一百二十个台湾 赔款以黄金计达九亿余两 等于两万八千多公吨 1894甲午年 清日海战 北洋舰队败于大东沟 1895年 李鸿章签马关条约于春帆楼 赔款两亿三千万两 那三千万两零头叫熟疗费 如此荒诞的辱国条件 中国人不能开口 只能签字 这笔赔款等于日本全国总税入的四倍 他们借此大肆破局 打俄国 是朝鲜 更累积了1931年918 1937年卢沟桥事变的清华筹马 近代史 是几千年来 中国最悲惨黑暗的时代 在这一段黑暗的日子里 中国失去的不只是土地 金钱 还有中国人 所以为人的基本尊业 中国近代史 令后人不忍足读 即使读下去 也将心焉如倒的实验 孙中山 就在如此黑暗的时代中 为挽救国家奔走革命 并创建了培育革命武力的干部学校 市称黄埔军校 1924年6月16日 军校正式开学的这一天 相聚孙先生的人生尽头 只剩下短短的十个月 一成功 天暗地争 继续勇首 万有小金城 1911年 武昌起义成功 1912年 中华民国正式成立 孙中山由十七省代表推选 为第一任临时大总统 但为了半岛地制 实施共和 他不得不把位子 让给了兵符在握的原始开 老元看不顺眼国民党 先派人刺杀了国民党国会领袖宋教人 于上海 接着一口气免掉了国民党籍三个省份的都督 江西都督博文卫看不下去 首先罚难 声讨袁审 元终于亮出了军阀面目 分遣两个军的兵力南下 好元军寡婚敌众纷纷败下战略 这一仗打不到两个月便告绩 是成了二次的军 军师的胜利 让袁世凯更具信心地去实现他的野心 1914年 他撕毁了明初约法 解散国会 悄悄地往太和殿一步一步 那儿才是他的终极梦境 当无法兵 二次革命失败之后 孙中山东渡日本 他痛定死痛 彻底感悟到 此时此刻只是凭和平奋斗 想要救中国 已是不可能的事 这一年 孙中山改国民党为中华革命党 党员入党要宣誓效忠 署名画押 但是他的老战友们 则认为这么做 已经脱离了追求民主的原始理想 像黄兴 李列军 博文卫等人 都不愿意加入分分地去 孙中山这么做 是对历次挫败的反省结果 谁知一个革命领袖 面对这些苦衷 却只能独自承受 1914年 日本的天气似乎冷得特别早 在故旧新伞之下 孙中山孤独地走进 他革命生涯的寒冬 大多数伟人 都有不轻言放弃的意志力 不过所有的伟人 也有共同之处 他们都不是超人 而是人 1914年 孙中山和他的革命金主 宋耀卢的二女儿 宋庆龄谈恋爱 这种事情发生在那种时代 真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梦幻 但是却没有任何力量 能阻止他们在第二年正式结婚 婚后 宋庆龄温婉地力挺他心目中的革命英雄 行影不离 一同走完孙中山生命中的最后十年 二十世纪出业 正是多世之秋 一九一四年 欧战爆发 欧战的战场一直在欧洲 不过日本一参战 就冲着我国山东省 德国的殖民地而来 这一战在中国的土地上大了四十天 德军撤离 日本从此就不走了 一九一五年 日本又向袁世凯提出了 帝国主义者的残暴条件二十一条 可悲的是 袁世凯为了圆他的皇帝梦 竟然接受了 是为五九国耻 此一事件在国内反对声浪 风来朝有 引起了轩然大火 袁世凯好像无视于民间的反应 签完条约 他就请全力再为第二年的登基做准备 十二月 前云南都督蔡厄 本昆明与唐继尧李列军等人结合 攜手举起了护国军的大戏 向北进去 一时间风起凝隐 导人的声浪震奪了深周大 一九一六年元月 袁世凯连忙宣布缓政大位 本来还想回过头去当总统 但护国军不可探险 原抵挡不住重叛清理各方有道的压力 一时修奋交加尿毒病发 六月三日昏厥而亡 年五十八岁 袁世凯的去世 并不代表武力统治时代的结束 而是另一个刀光血影军阀互斗 南北分裂的时代开始 后人对英雄人物 在印象中多少有一点错觉 像孙中山在我们心目中的形象 其实是历史富裕的 但是在历史的当下 却没有这么风光 黄埔学生张颜元说 孙中山先生 但是那个时候啊 人家不叫他孙中山先生 叫他孙大套 这个绰号多少有点底扁 不过当时可是中国自秦汉以来 在同一时间内 最多人想当皇帝的时代 山头凌厉 只要有一个人物冒出头来 不被人扁才叫奇怪 这种现象 说明孙中山在国内寻求办学的资源 已山穷水尽 1917年 俄国爆发二月革命 第二解体 沙皇下台 十月列宁返国 在圣彼得堡聚重起义 夺得政权 这便是著名的十月革命 消息传到中国 孙中山在上海 殿克列宁革命成功 并公开表示 苏沃的胜利 是值得中国革命施法的榜样 从此 列宁成为许多 中国知识青年的崇拜对象 一时间 共产思想 马列主义的种子 随着西风东建 在古老的中国土地上 生根发芽 就在此一浪头上 苏沃共产国记者 吴廷康及马林等 来到中国 协助共产党人 于上海成立了中国 1918年 德国投降 欧战落幕 1919年 协约国在巴黎举行战后合会 中国派外长陆征祥参加 其目的在锁还我国的山东主权 并向日本提出 取消21条约定的要求 谁料到 巴黎合会中 列强竟然判定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归日本所有 此一不幸消息传然 有如青天霹雷 使全国民众希望落空的激愤 瞬间爆炸天 5月4日 北大号召了13个大专院校的学者 骑骑天安门 燃起了五四运动奋斗队 14日 不只是一次游戏 而是中国近代史上波兰壮阔 影响深远的一次新闻华人 欧战后 苏俄在东方急需找一个防范日英等国际遇的伙伴 列宁早就注意到中国的孙艺先 1921年 马林和孙中山曾有多次谋面 1923年 岳飞赴上海和孙中山会谈 会后发表孙岳联合声明 苏俄表明愿以军事财务支援国民党 为中国统一及独立之奋斗 而且不必转向共产主义 这是国民党与苏俄的第一次官方协议 也是孙中山联俄政策的识点 在苏俄眼中 当时的中国共产党 就像个健康宝宝一样 虽然健康 但毕竟还是个宝宝 必须寄养在国民党里 孙中山也同意共产党人 以个人民意加入国民党 视为荣控 1923年9月 俄共中央派包罗廷来华 担任孙的政治顾问 包是一个优秀的组织高手 首先进行强化国民党组织的工作 另一方面着手筹建军事学校 其实国民党这个时候已派出一个孙一仙代表团 正在往莫斯科的图中 这个团由蒋中正自届时任团党 蒋小孙中山21岁 1909年 在东京已经陈其美介绍了初次见到孙一仙 此后变成了孙的忠实信仇 孙称许蒋 勇敢成独而知兵士 1922年 陈永宁奥宏总部 孙避难永枫建 蒋南下营救 孙蒋二人在永枫建上相处40多天 对蒋这一生影响重大 代表团在苏俄前后四个月 蒋介石对苏俄的理论 制度科学实践多有在意 只是对俄国人则有繁衍 五年前蒋开始学习俄文 这次在苏 花了很多时间在阅读马克思主义的著作 日记中有 复习第三遍晚 尚不十分了解几句 也有 乐而不能试卷等 因此有人怂恿他加入中国共产党 他的回答是 需请命孙先 这就是蒋介石 其实这次来苏俄 蒋还肩负了一项任务 那便是说服苏俄协助国民党在外蒙古 以库伦为中心建立军事基地 但最后并没有得到苏共军方的支持 十一月三十日归途中 蒋、德西、国民党一拳大会的一百九十六名代表中 竟然没有他的名字 加上这次访问之行的主要任务没有达成 心中容易秘密不留 十二月十五日回到上海 他只给孙先生寄了一份 油额报告书 就回老家西口 原月十六号才到广州报道 二十号一大开幕 孙中山正式宣布国民党联俄融共 辅助工农的政策 创办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 当时军阀格局全国分裂 资讯千山阻隔 招生工作还要请代表们返乡时代为宣传 一大代表们很帮忙 许多讯息是他们上门去传递 那么正在这个时候 那么我们胡乃呢 也有人到我们家里来的 这么谈谈 他们又有人说 他们到广东去 到广东去干什么呢 那么到广东呢 就去看这个就是声纹 广东有一个声纹 这个声纹就是我们中华民国的参判人 就声纹三先生 他说到那边去啊 去到那边去去学习 在广东呢去读书 后人很难想象 五四以后 国人爱国的情绪是如何的高涨与澎湃 这个时候 黄埔军校与孙中山之名为号召 各地反应踊跃可想而知 金人投考学校 问的是将来对自己如何 当时考军校的目的只有哪一个 牺牲奉献救国家 所以当他们离家时 多少有一份荆轲过一水般的衣衣与卑装 唐同德 安徽人 他已经考上军校的初级干部 但当时孩子还不满周岁 妻子听说他要去当兵 就要死要活 他只好骗说 只是去考一考看 别考 妻子阿巧不相信 一路抱着孩子跟了个三四里地 一眼 最后他实在跑不动 唐同德知道 不能再回头 再回头 就走不了了 于海滨 夏和夫妻俩 都是知识分子 那个时代 没有知识分子 不赞成为救国挺身而出的 但夏和除了是知识分子 也是个女人 他只好闷不吭声 对丈夫无言抗议 于海滨亲手做了一个大信带 承诺妻子 无论如何每星期都会写一封信给她 他说 这个信带还没装满 我就会回来看你了 夏和终于下了 小鱼过了关 老黄埔 回忆起当年报道的情境 总有说不完的话 那个时候啊 我在武藏斗书啊 就有这个消息 广东啊 有尊小招学生 我们同学的 有 有几个上四个人吧 就这一块儿 那我们到广东去 靠了尊药 这个是 这武汉这些 这些混账东西 这些尊法这些东西 我们看不惯 我们到上海 到上海他有一个仇事 就学校里面靠学生 靠得好厉害 仇事以后就参加广东的这个 就黄埔 黄埔 黄埔 这个是 靠了以后嘛 很快去进学校 进学校 进学校就是老百姓变成的 变成了一个 一个尊小小生了 初十三年了 有个同学就叫我 他在我母亲 你 仍然讲五套 去靠好不好 为什么要 有这个念头呢 因为那个时候 叶建议呢 就是同产党的叶建议呢 叶建议是我们中小的同小 那么我们就由梅县 从这个木厂到山头 由山头了出厂到广州 到了广州啊 他们是 沈中山有个黄埔军校 那么我们几个人就说 既然广州有同样的校校 我们何为道远呢 肯明那么年轻呢 所以接听向黄埔报名 江南的学生比较多 交通也方便一些 像杜玉明 郑栋国是陕西人 这就远了 你当时的交通状 没半个月肯定到不了 陈静 浙江人 他是家里唯一的男孩 新婚不久 就决心投考黄埔军校 做爹的不说话 做娘的可忍不住了 别人家那么多男孩 为什么不去呀 你的儿子要是有个三长两短 你们陈家可要断后啊 做爹的还是不说话 这张床上 两个人没有一个睡得着 妻子 对这个还不太熟悉 但是叫做丈夫的男人 不敢说谎 二十多岁的小伙子的冲动 做丈夫对妻子的肌肤与身体 想 想多留点记忆 算了吧 这个意外叫陈静反应不过来 陈爸爸二话不说 提着儿子的皮箱就走 没人知道陈爸爸在路上 有没有说过什么 只知道 他把儿子送到学校以后 才回来 一九二四年五月五号 鱼珠码头 再来了最后一批报道的学生 天渐渐暗了 但是还看得见他们脸上堆满了兴奋与好奇的表情 了无舟车劳顿的力 来自四面八方的年轻人 为同一个目标来到这张桌子 陈静父子也赶上了这班船过到长洲岛 小陈习惯吃馒头 陈爸爸在广州市找了好久 才买到了几个 小门口父子俩推来推去 老爸说你不拿 那我吃 我也死好了 小陈只好把馒头留下 陈爸爸得意 终于做到了他想要做的事 但万万没想到 这也是二十多年来 他为宝贝儿子做的最后一件事 马上不叫今生 水在河里不咻 水在河里不咻 星在夜里不咻 梦在心里不朽 爱在痛里不朽 假过换遍 三河依旧 血泪在石车里 石车在墨碑里 不朽 没有什么能阻挡 岁月的痴痰 国家的墙在记忆里 不朽 不朽 可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